今天我们来做个民意调查 Switch国行 大家希望有哪些首发护航 塞尔达沃德赛肯定必不可少 还有马车马帕马网烹射宝可梦来自够 反正过神基本都没什么问题 再加上马里奥兄弟要吸沙滩排球 这下什么类型都齐全了 大家赶紧来投票吧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前不久八方中文腾讯国行等一堆消息的发布 还让Switch在国内玩家圈又着实引来了一波关注 尤其对于许多观望已久的新玩家朋友们来说 再加上不久前救救党爆料的新机型传闻 使得大家到底何时入手以及购买什么机型 就成为了目前最纠结的一个问题 不巧今天老任社长古川俊太郎 在财报说明会上刚刚确认 不会在今年一三期间公布新硬件 同时表示由于Switch还没有这么快进入中国市场 所以财报中暂时不会加入这方面的销量预期 这段发言一出 一时间看热闹不嫌世大吃花群众们各种解读四季 一说官方正式批谣 那新机型肯定暂时不会有了 另一说官方讲没有就是真的有 不在一三期间公布 那就是在之前或之后公布 反正正反两面话都被你们讲了 当然为了不影响现有机型销量而老任出面否认 到时候再发布新机也确实有一定道理 但现阶段国外媒体猜测可能性最大的 无疑就是Switch迷你机型 其实对近几个世代主机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们 肯定都知道 这款便携版Switch的定位 其实多数是用来抢占更低一档价位市场 相当于3DS与2DS的区别 鱼与熊掌毕竟不可兼得 Switch迷你在降低售价的同时 很可能还会缩水一部分的功能或硬间配置 无论是JoryCon还能不能拆卸 或主机模式是否保留 都一定会与普通版错开目标市场人群 所以已经购买机友们也完全不必着急 尤其很多刚入手不久的新玩家朋友 抓紧时间把自己喜欢的游戏赶紧干完才是正道 因为很快下半年一堆要剁手加剁脚 大作们就要来临 要是那时再入手 就做新作来个前后包夹 小心干再多也玩不过来哦 另一方面心机一直没有实锤 到方便了各路大神们来一攒拳脚 各种概念图夹想图 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反正都是开脑洞 我们不妨就来看看顺便在无责任的点名下 便携版Switch都有哪些神设计吧 首先是基本款 这也是目前大多数朋友都能想到的款式 在保持了原版造型的同时缩小机身尺寸 并预计采用5英寸左右屏幕 功能按键布局基本保持不变 两侧尖键从前后改成了并列设计 另外右侧YXBA键 使用了经典的绿蓝红黄配色 绝对是个加分项 因为Joycon假响为不可拆卸 所以左边方向改为了十字键 这也是目前大多数概念图都基本达成共识的地方 不过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 这个十字键其实是照搬3DS 另外为了尽量考虑便携 还将双摇感也变成了类似3DS上的设计 这个和原版的手感高低 只能说是见仁见智了 另外作者还替老任考虑到了便携版的成本 特意取消了屏幕下方的光线传感器 基本这就是目前纸板形态的主流设计作品 中规中矩但却合情合理 个人评价真实感8分 建议就是尖键布局和摇感设计 还得稍微改良一下 第二个是在上款基础上的延伸 预计采用同样大小屏幕 尖键布局倒是与原版相同 不过作者在人体工学上做了不少考虑 不但增加了握把部分 十字键与摇感其实都是源自于pro手柄的设计 在手感上估计会带来不少提升 不过这样一来 不但间接与握把肯定会增加凸起 摇感的高度也不会太低 估计本款的厚度肯定不会太薄 再加上这种设计外带肯定还得再加个收纳包 一来一去就更厚了 个人评价真实感7分 建议把屏幕上的logo改良一下吧 JoryCon都不能拆卸了还保留这样的图案 只能说是作者偷懒 下一款熟悉的朋友肯定一眼就能认出 没错这就是直接照搬了2DS的设计 除了去掉下屏和添加Switch的功能按键外 哦对了还复制粘贴了一个右摇杆 其余按键布局样式甚至颜色都基本不变 我就想问一下 屏幕转轴当中那个醒目的摄像头 难道是光线感应器吗 还有以后我们是不是要从担心JoryCon飘移 变成担心转轴松动了 不过无论如何 虽然网上几款翻盖造型的Switch mini 几乎无一例外都没去好好想象一下 原来的下屏位置到底应该怎样设计 但不得不说 这确实是我最理想中的便携掌机形态 开盖机完合上就走 兜里一窜连包都能省 甚至如果像老3DS一样 加个上盖可换外壳设计 绝对分分钟各种外壳卖的飞起 个人评价真实感气氛 建议还是在下屏位置多费点功夫 想想该放点什么吧 这种简单粗暴扔个logo或扬声器上去 实在实在太丑了 下一个绝对是近期最让我眼前一亮 也最不却实际的款式 首先这乍一看类似可视门镜 或智能遥控面板的造型 真的谈不上什么好看 而且最要命的是 居然还只有一个腰杆 但这个作者最开脑洞的地方 就在于他还可以这样使用 只去参考右Joycon 就能在主机模式下 把它直接当成手柄使用 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 还记得前不久日经社报导说 老让计划用Switch mini来取代3DS 这里说的是取代现有掌机产品的市场定位 但不少朋友都误认为是要取代3DS的主机硬件 甚至还有不少评论 居然一本正经在讨论Switch mini 怎样解决双屏游戏的问题 好吧 这款机型就给出了答案 虽然能向下兼容3DS游戏 先别管老任同不同意 我个人绝对举双手赞成 但是作者似乎忘记了3DS游戏 也是宽屏比例 你这样简单粗暴的把上下屏都压缩成了正方形 呃 马里奥倒是会涨高不少 个人评价真实感零分 不过作者脑洞可嘉 但这种甭管实际不实际 反正我设计的开心的勇气啊 是梁静如给你的吗 反正都是瞎猜 还是感谢这些作品 给我们带来新的遐想与期待 无论最终是否会有便携或加强机型 我相信老任也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